Base-Sale Aliposide 這個在國內的病態 還有我們的肌肉 這個醫療毒阻抗的一個情形 我們肌肉利用我們的腦袋 或是說做什麼隔離腦 這些狀況 都是它下游會再進一步去坐有 那另外GLV1它也會一直 我們的腸道胃腸的排空 所以它有時候 我們目前的GLV1 它會這個 有些症 其實只有整齊還沒有口服藥 拿去可能都會有一些可信用的步驟 那也有很多醫師啊 或者說診所會用來 剛患者利用他來做減肥一個動作 那另外他也會醫治我們的腦袋 醫治我們的食慾 那還有也會醫治用在我們心臟 腎臟 血管 還有我們的明義細胞 有一些老物心血管啊 甚至抗發炎的作用 所以其實它本身是一個可以有 所謂的Effect 那TPP4Inhibit 那具有V1 它分泌出來其實很快 就會被我們的這個TPP4Inhabit 所以 這個東西它並不會很高頻度的存在我們的裡面 那因為這樣子就產生我們的TPP4Inhabit 它只要把這個原站去Inhabit 掉 我們具有一個非常作用 就能夠發揮它的常產 而且是很多方面的一個功能 那我先幫大家review一下它的一個基準 那這是我今天的一個奧談 我會先講一下我們北楊風的重要性 還有一些概率啊 還有重點會講一下我們的Linna 可以委訓的一些作用 還有它的一些效果 用在我們眼前上的一些效果 那再來最後會講一下這個 它到底有什麼分別 那還會再講一下我們已經在年底 DST 即將要發表一個Linna的一個study 看看你們可以給他了 糖尿病啊其實這個 幾乎是一個全世界很流行病 而且每年都在增長 現在 現在大概10億多了 那在2045年會到達6億多人 非常的多 那其實我們家屬也本身也有這個糖尿病的這個 基因跟遺傳 我的父母、過部 其實都是糖尿病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點前期 好像就是蠻嚴格的 因為我曾經發現我的談話寫得數 高達5.7 其實我覺得這個數字已經有點高了 因為這個算前期 5.7到6.4 算是前期 那因為我們曾經說在接觸這樣的患者 不管是透析或是糖尿病的患者 那每天看或是念書 看到有沒有發現國際事 在前期 不管大小尿病的患者 因為大臺灣的風險已經開始是上升了 所以其實我們是越早 我們也常常會有幫助問說 到底這個糖尿病會不會好 有沒有辦法逆轉 你越早介入的話是越好才有機會 你如果說已經到後面 已經發病了 那時候其實以上功能 大概一半會到 那在臺灣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26年有178萬 2017年應該有數 今年已經超過200萬 年輕人之多 這個症情率 發生率其實都是越來多 那不管是老人 或者說年輕 其實 在我 平常這個看證的過程 例如我發現 或者說統計數據上發現 其實有年輕化其實也是的 但是我們 當然我們這個人口的這個比例 還有這個組成 其實是 越來越高 走向一個高理工的設計 跟日本有一個問題 是 我們其實只要看這個 就知道我們未來會怎麼樣 其實他們是一個 可能超高 已經經歷了超高的社會 那當然你隨著你 年紀越大一到之後 你會下降 這個糖尿病的生活率 可能就越來越多 但是很多 這些我們的觀念 是 我常在想為什麼會這樣 這麼多的新的要務出現 為什麼還是沒有辦法 改善我們糖尿病的發生率 甚至洗腎的這個發生率 這個是蠻特別的 所以我想說 如果這個觀念 我們每天這樣 會教伴手 甚至 這個常常 常辦一些研討會 這個觀念就是 沒辦法遺傳 沒有辦法試習下去 每個人都要重新會教 其實 所以說這個糖尿病 就會覺得說 這個會教的工作 真的是蠻重要的 因為一天一半 還是越來越多 然後達標率 也是不到三成 不到一半 那不管是那一半 然後寫的是 塑膀 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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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部的資源 這上部的資源 可能還是不夠的 那這是我們看到 我們這個人口的主持 65歲以上 已經正式超越我們 這個年輕人 行到15歲的人 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本裡面已經 超過將近14% 65歲要的人口 那現在65歲以上 還是老房地狀 所以他 這些 我們也會 這一天 他是不是 當然就是要延老 就盡量延綁我們的老化 跟盡量維持我們的 遺老數的功能 這個也可能會 在前一步 應用到我們這個 藥物的權責 跟台灣的控制 那這是人口的 不是只有台灣 美國其實有 像日本 那這是這個 IDF DATA 2017年 這個 我們隨著 年輕越大 我們身體育是越高 剛剛病的 是越高 那不管是男生 女生學的 甚至年紀更大 是更高 更高一點點 比男生多一點 其實差不多 是更高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